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财长发表了有关美元的言论 为之前特朗普有关美国过于强势的言论打了原厂 一度在美国CPI表现直差的背景下 帮助美元坚守了100关口上方 但随后在特雷沙媒的作用下 美元还是跌破了100整数关口 并刷新了三周以来的低点 那美国财长如青在上周接受采访时表示 强势美元长期来看是件好事 总统特朗普对于美元在短期内表现出的评论是符合事实的 因为这可能会损及出口 但长期而言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的美元保值强势是一件好事 这表明了美国经济强劲及人们对经济有信心 那美国总统特朗普则在休息了一周左右的时间后 重出江湖 特朗普在北京时间上周六 4月22日凌晨签署了行政令 要求财政部对近些年税收规定展开审查 看看是否有给纳税人带来不应有的财务负担情况存在 是否有存在不合理的要求或是预约了法规的情况 那特朗普还表示将在本周三4月26日披露税改方案 税改方案将会大幅削减企业和个人的付税 这次税改的减幅将会超过以往任何一次 那值得一提的是此前市场在特朗普的一改法案失败后 普遍预计特朗普在推出税改计划时候将会遇到更多阻力 对特朗普年内推出税改计划的信心严重不足 这也使得美国股市和美元遭到了较大的拖累 那如今美国财长和特朗普的态度 让市场重新看到了年内推出税改计划的希望 不过目前市场仍处于观望状态 好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原油市场 那在上周三四月十九日 美国内约信息署EIA公布了最新一轮的库存数据 结果美国汽油库存意外增加 以及美国原油产量增加 部分抵消了其他产油国削减全球供应过剩的局面 另外加之OPEC秘书长减长可信度归在旦夕的言论 油价空头最终被引爆 那受此影响我们也可以看到 WTI原油价格当日冲高回落 盘中跌幅一度达到近4.4% 创3月8日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 累计达到了将近250点 并在收盘时跌至了两周的低位 那从具体公布的经济数据中可以看出 美国当周精炼油库存大幅下降 原油总库存也录得连续第二周下滑 但EIA汽油库存大增至925.2万桶 大幅估计预计的减少147万桶 及前值的减少216.6万桶 此外数据也显示美国国内原油总产量升至2015年8月以来最高水平 而汽油库存意外增加 以及石油输出国组织产油国进口增加 均重压了上周的油价 那AC外西外认为 目前原油库存仍然持续高起 美国产量不断增加 抵消了减产协议中 每日180万桶减产配额的余三分之一 这位油市强势敲响了警钟 虽然此前沙特曾表态希望延长减产协议6个月 但这一因素已经在此前被市场所提前消化 未来随着美国夏季驾车出行高峰期来临 汽油库存有所增加 但市场中的需求可能并不会那么强劲 由此原油市场中的供需平衡关系 仍将会遭受到持续的考验 而部分市场人士也开始担忧 页油油生产将会快速反弹 此前OPEC秘书长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OPEC成员国为抑制全球原油供应过剩 未来准备在5月25日与非OPEC产油国进行会晤 与该组织本身进行会议的时间相一致 在当日的会议上 他们将决定是否将减产协议延长至今年的下半年 如果非OPEC产油国也同意减产的话 那么包括沙特在内的一些OPEC产油国 将支持减产协议延长至2017年下半年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欧元区法国大选的行情 在上周日4月23日举行的首轮法国大选最终尘埃落定 最后中间派马克宏拔得头筹赢得了第一轮竞选的胜利 而市场所顾虑的极右翼候选人勒庞紧随其后排在第二位 这也预示着在未来5月7日举行的第二轮法国大选中 马克宏将会直面乐旁进行最后的角逐 那受此影响惠师在当日也遭受到了极大的动荡 在开盘初欧元全线飙升 欧元对美元涨幅一度接近至1.5% 达到5个半月高位 受避险情绪消散及乐观情绪升温影响 现货黄金在开盘后调空下挫 扩大跌幅创两周新低至1265一带 那综合来看欧元开盘后累计上涨了约190点 而现货黄金累计下挫了约82点 截止至本周一北京时间9点13分 根据法国内政部数据显示 在统计了所有采样地区后 马克宏以23.86%的得票率领先 乐旁以21.43%的得票率紧飞其后 而两大主要政党在第一轮结束后率先出局 法国中间派总统候选人马克宏和极右翼民族主义者乐旁 在法国总统竞选的首轮投票中胜出 意味着在第二轮投票中 法国民众将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未来愿景中做出选择 而此次的选举结果也意味着 法国政坛历史上首次在第一轮淘汰了两个主要政党 共和党和社会党这两个主要政党的败北 反映了法国民众对于伊斯兰恐怖主义的愤怒 同时也说明他们对多年来经济增长低于平均 以及高失业率的不满 而在未来如果这种不满的情绪进一步发酵 可能会继续助推乐旁的支持率 那ACY西万认为 虽然目前在第一轮中间偏左派独立候选人马克宏最终获胜 但马克宏所在的中间偏左派不太可能获得众议院中的多数席位 另外目前市场也可能存在着过于自满的情绪 市场基本认为乐旁不会获胜 投资者应人需警惕他最终获胜的可能 因为如果乐旁一旦赢得总统大选 势必将会对欧元区的稳定构成最大威胁 近期在荷兰大选结束后市场情绪趋于舒缓 但是法国大选的不确定性丝毫不容低估 由于马克宏与乐旁此次支持率并没有相差太远 且距离第二轮法国大选还有两周的时间 因此仍存在着乐旁最终赢得大选的可能性 若投资者没有考虑此可能性 但结果是乐旁胜出 届时行情将会出现报复性的大逆转 而马克宏与乐在第二轮继续胜出 行情波动可能会相对较为温和 好我们接下去再来关注一下英镑 那在上周二四月十八日 英国首相特雷沙梅宣布六月提前进行大选 随后英镑攀升至去年12月以来最高水平 作为美元指数中占比第三高的英镑大涨 给美元带来了巨大压力 美元指数也随机跌破了100这个整数关口 那受此影响英镑对美元当日自低位反弹了超过近300点 此前市场就不断冲塑着可能大选的传闻 英镑当日曾一度跳水 不过消息确定之后英镑止跌反弹 并且以尝试上涨的态势收官 那特雷沙梅在当日表示 将会向下议院提出大选相关议案 需要三分之二的议会多数才能会通过此一案 从目前的形式来看 英国下议院共有650个席位 这也意味着至少有434个议员同意提前进行选举 而主要反对党的工党领袖则表示 他将接受特雷沙梅提出的挑战 将在未来支持他在议会提出提前举行大选的动议 那ACYCY认为 这项突如其来的宣布显示 特雷沙梅已经断定 他无法获得下议院通过英国退欧的立法 保守党在下议院只占些微落少数 提前大选将有利于执政党的保守党 扩大其在议会中督住席位的优势 进而可能会加强特雷沙梅推动软脱欧的控制力 英国大选原本要等到2020年才会举行 不过特雷沙梅的支持率 给予了他巩固自身权力的机会 民调机构显示 他保守党的支持率比主要反对党高出超过近20个百分点 未来选举应能赋予特雷沙梅更大的权力 来抵制立场更加强硬的反欧盟普通议员 他们目前对于特雷沙梅所提出的议案是反对的太多 那综合来看 这次选举可能会使得英国退欧立场更趋于软化 更有利于英国和欧盟达成相关协议 但是英国提前大选对于退欧谈判 以及未来英镑走势都将会是一个变局 势必将会再次掀起金融市场的惊涛海浪 投资者也需警惕这一风险事件 好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Siri为大家播报 本周有哪些重要的经济数据 值得我们受关注 大家好 我是ACY的Siri 2016年澳大利亚四季度CPI年率同比增长1.5% 录得一年来最佳表现 目前市场预计澳大利亚2017年一季度TDP将增长2.2% 有望录得两年半来最佳表现 为澳元提供支撑 此外 EIA原油库存对国际油价及家园的影响较大 2016年澳大利亚四季度CPI年率同比增长1.5% 录得一年来最佳表现 目前市场预计澳大利亚2017年一季度TDP将增长2.2% 有望录得两年半来最佳表现 为澳元提供支撑 此外 EIA原油库存对国际油价及家园的影响较大 上周数据显示 美国当中EIA原油库存下降103.4万桶 不及预期值下降140万桶 EIA汽油库存则意外增加了154.2万桶 差于预期值下降200万桶 而且报告显示 上周美国国内原油产量增加1.7万桶 至925.2万桶每日 连续9周增加 且维持在900万桶每日关口上方 触及2015年8月以来最高水平 如果本周三4月26日 美国截止当周EIA原油库存报告表现糟糕 国际油价或进一步遭到拖累 此外 4月26日凌晨还将出炉API原油库存报告 为EIA原油报告提供前瞻性的指引 投资者需留意 另外 值得注意的是 美国总统特朗普曾表示 将于4月26日公布税改计划 预计会对全球市场产生较大的冲击 数据方面 周四晚间出炉的美国三月弹用品订单的数据较为重要 该数据为生产的领先指标 投资者可以通过该数据观察美国制造业活动状况 E作为美国GDP数据的前瞻性指标之一 往期数据与预期不一致时 对汇时和现货黄金的影响比较大 目前市场预期 美国三月弹用品订单月率出值为增长1.3% 可能将录得三月以来最差表现 该预期可能在数据公布前对美元有一定的拖累 若数据差于预期则对美元不利 利多非美货币和黄金 反之若数据好于预期则利多美元 北京时间11点 日本央行将公布利率决议及政策声明 并发表经济展望报告 市场普遍预计 日本央行将维持负利率0.1%不变 预计日元的走势 还将取决于美元和避险情绪的变化 此前市场一致认为 在日本经济向好之际 日本央行有必要考虑减少刺激 但央行行长黑田东彦4月20日却表示 目前日本的经济的确比几个月前要好转 经济增长远高于潜在增速 但通胀还疲软 当前QE项目购买资产的步伐 还会维持一段时间 暂时不会推出QE政策 北京时间19点45分 欧洲央行将公布利率决议 20点30分 欧央行行长德拉基将发表讲话 虽然近期欧洲经济数据有所回暖 但根据欧央行目前传递的信息 市场也普遍预计 欧央行将维持精准存款利率 再付0.4%不变 但投资者还需留意 央行决策官员对维持利率不变的投票变化 尤其是留意德拉基 在新闻发布会上的措辞基调的变化 毋庸置疑 美国一季度GDP数据 将是4月24日至30日当中最重磅的经济数据 目前市场预计 美国第一季度实际GDP年化纪律出值 将增长1.3% 或录得一年来最差表现 前值为增长2.1% 该预期或在数据正式出炉前 对美元指数有所拖累 此外 投资者还需留意该数据的分降数据之一 美国第一季度核心PCE物价指数 年化纪律出值 因该数据可部分反映美国的通胀变化 目前市场预计将增长2% 前值为增长1.3% 值得一提的是英国的第一季度GDP数据 和欧元区4月份CPI数据 分别对英镑和欧元的影响较大 投资者需留意 好 非常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惠视情报局 如果有疑问 欢迎通过以下方式联系我们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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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